曲名字母 大家要注意的是 這一個跟這一個是不一樣的喔 雙椅泡跟暗號是不一樣的 雙椅泡的話裡面的東西會解筋 比如說 我這樣的話 我可以用這個把防起來是一樣的 可是我如果用單一號把它放起來 我就只有這樣子 paste 它不會輕易 每一樣都會注意 那我發現好像時間不夠了 趕快講下去 那我們常用的系統貼的數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像share share可以告訴你說你現在去使用的是哪個 哪個share 那可是我發現那個車好像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又有各種不同 比如說這邊 我用share 它接觸我用m 然後還有像是 taste剛提過了很多次 editor 就是剛剛我說的它的編輯器 然後呢ps ps其實就是我們前面的這一個 你會發現我的ps跟你朋友不一樣 可是因為我自己修改過 然後大家可以再加一些別的 比如說像ps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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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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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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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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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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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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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做一些變數的引入 比如說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很常用的 比如說這邊有一個 .bash rc 就是我們進來的時候他會執行的東西 沒有 什麼 因為在comment上嗎 好 問老師 問我們開始用的兩種 可以這個 可以這個 很大事 這兩個可以一直褪著嗎 啊不對不對 我剛剛複製的時候出錯了 我們看這裡 就掛掉了 好不好 那這個檔案你會看到 這其實就是我們登入收入群移入的東西 可以發現所有的變數 Alias 都是這個收入群移入的 Cover CliCover Editor Pse Ls Ls 長什麼樣子 Grip Groove 這些東西長什麼樣子 都是個地方很多 然後呢 它會有更 像是EC profile 這東西也是 登入的時候就會執行的 可以看到它其實就是跑去引入 這東西就是如果這個檔案存在的話 那麼去引入這個東西 然後後面再來設定 如果你是入群的話 Pse 後面就是警字號 如果不是的話 你是前字號 像這樣 都在這個地方做設定 然後它設定的方式就是利用點的方式 去引入 那當然我們在 執行登入的時候 其實它是照一系列順序去 去引入的 它會先引入BTC profile 然後看BTC profile裡面怎麼寫 然後再去引入其他項目的東西 那像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 這是我自己 像這個地方就是說 它會先引入如果bash.rc存在的話 去引入這個檔案 然後呢 後面呢 如果存在profile.t這個blu 的話呢 裡面所有的.sh 全部都把它引入 然後這個語法就是shows root的語法 那因為時間關係今天可能就比較不會講這個語法 好 那接下來 接下來這邊其實就是所有的資料有的重導項 一般來說的話 EAM上面 我們的資料有其實分三個方向 比較常用 一個SDDE STD-ARP 跟STD-ARP 那我剛剛其實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 有一些人寫成 就是像 像剛才進去的答案我們寫123 然後 Due這樣子到 Detteety 那像這個東西就是 的意思就是 我把它ecker出來然後 用 用 用什麼出來 好出來以後 然後把它丟到 這個裡面去 那這東西其實是 我們可以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可以利用file的方式去處理 比如說呢 回到 然後比如說像 LS這個目錄的東西 然後修到AA這個檔案裡面 那你就會看看AA的檔案裡面是什麼 它就是把這些東西列出來 那如果網LS的東西是不存在的 它還是有東西跑出來 可是它就沒有 你去看AA這個檔案 它就沒有東西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因為我們輸出的時候其實分量 要不要亂 我們的 那邊看得到嗎 我們的程式 輸出有兩個 一個是我們普通的輸出 就是STD 還有一個是 就是錯誤的時候輸出的 STD ER 然後它的輸入是 所謂的 STD IN 那這三個就是最常用的一個 輸入輸出的方式 那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這個錯誤 寫到另外一個檔案的話 我可以用 2 的方式 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看到錯誤不見了 可是我再來看這個 這個檔案 就會看到錯誤寫在這個地方 所以利用這種方式可以把 把 普通的輸出 跟錯誤的輸出 分開來 然後你在程式在執行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說 它出錯處在哪 什麼地方錯誤的問題 那 像 CAT 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就是說 它從另外一個檔案輸入進來 譬如說 像 1 然後我輸出到 CC這個檔案 然後你就可以再看看CC 它就是把 VV的東西吃進來 再給出去 像這個樣子 那 這邊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我們如果這樣做的時候 它會把CC這個內容給清空 那如果我們要避免清空的話 我們把這個 大寫 配成兩個 你就會發現 它就會連擊到後面 會把它 弄在一起 那這個其實也是 曾經聽過的悲劇 就是 有人說 有人曾 有一個朋友 他是王國 然後他的機器 打開來以後 都要設定一個變數 很痛苦 然後就有一個朋友 就跟他講說 你機器打開來後 有一個 啟動的一個腳本 你 Echo 一段字 進去那個腳本就好了 然後輸入完了以後才說 欸等一下 你剛剛是一個大寫 還是兩個大寫 然後 怎麼辦我剛剛是一個大寫 然後那個檔案就敗開了 然後連就 就過來 因為是複寫 所以連職業上面的東西都壞掉了 然後本來 實妹版的一個文字答案 剩下的500都可以 然後那其實就掛了 所以 請大家 那如果我希望可以把這個東西 串過去的話呢 那就是用 PIPELINE 另外一個東西是T T顧名示意 PIPELINE其實就是 把它接上另外一個程式 就是PIPELINE的工作 但如果說我要把它引出來 分流的話 那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東西看起來像T字嘛 所以它的命令叫TEE 那一樣TEE如果你要配到後面的話 就是淺黑 那這邊的話 可以看一下 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PIPELINE 那這邊有一個號碼的例子 就是 這個命令 這兩個都是需要安裝的檔案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你們回去可以玩玩看 那在 五方圖上面的話 就是APPGATE去install 那如果是 MACN的話 你可以用RAW的方式去install 然後 它執行起來 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FORM TUE呢 它其實就是 把很多人的名言收集起來 然後亂說就推一個出來 然後呢 這個CALSE 它其實就是一頭牛 然後它會縮寫的話 所以你就是 比如說123 一頭牛 165 0 1 6 3 這樣子 那就是說123 然後也有CALSE 以外有CALSE 它用想的 對 然後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兩個東西 用這種方式 串在一起 就是 通通去 然後 敲上 CALSE 像這樣 就是一個 做法 那如果我希望這個東西 同時再把它導出來 我就是再 加一個 T 像這樣子 它會說話 但同時我來看 A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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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剛才這句話 一模一樣 對吧 就像這樣子 它就是把這個東西 一次擺到兩個地方 一個層次吃掉 那 這種方式也好 用的地方 在可以拿來做 我們程式執行中間的一個肉盆 知道 中間的多層東西長什麼樣子 用這個的話 就 自己就不用寫 控制這個肉盆 它就用T 用T的話 它會幫你控制肉盆 可以這樣說 它可以這樣做 但是 當然肉盆 可能會變得 因為你自己 它輸入的是 STD OUT 而不是 STD ALO 所以 所以真的 的錯誤可能 就不會留下來 所以還是建議 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寫個Squade 1 然後 把STD IN 跟STD ALO 之後 會比較好 然後呢 最後 這個東西是目前 在那個單純上面 跟那種 就是 速度 速度是可以去 修改你的權限 把你的權限切換成 ROOT 通常是切換成 就是最高的那個 類似Windows上面的 你的 Traitor的角色 然後 你就可以無所困難 所以剛才那個 上帝做了一件 速度把按Dash RF的時候 世界一件都毀滅了 因為 你就是 不王 不利 這樣子 那如果只是想要切換成別人的話 還有個SU 也是好用 比如說 像 比如說 UMR 像我們這邊 不管人看 就可以看到 我們是不是在那邊 那如果速度切換上去的話 就可以變得ROOT 然後呢 如果我 切換 切換到另外一個 比如說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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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需要我輸入密碼 這個時候要輸入密碼 是對方的密碼 因為我沒有對方密碼 就不能切下去 不然我輸入我的密碼 可以切換成別人 那這樣就是添加答案 那如果說你真的需要的時候 然後 ROOT 是不用輸入這個密碼 所以我可以速度 SU 可以 然後呢 可以 可以 可以過去嗎 先切換 速度SU- 是蠻常用的一個指定 就是 SU- 如果你只是SU的話 你只是切換到ROOT 那 -的話 可以讓你 reset你的環境 所以 包含你的PASS 什麼東西都會reset成 ROOT的樣子 而不是你的樣子 那 這蠻好問 因為是在 的原因是 因為在Debian上面 剛剛我提到 在Debian上面 使用者的PASS 跟ROOT的PASS 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就算 切換成ROOT 你沒有那個PASS 結果還是一樣 那如果 你加上SU-的話 你就可以去 你的PASS 然後就可以 執行的限定 那這個時候再來 欸 我這邊沒有那個 我忘了 我們這個時候 這個 所以會出用 不好意思 然後 大概是這兩支 然後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有一些 系統上面 他可能只有SU 他們有所可以 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 所以就有個笑號 是這樣子 MAKE ME A SANDWICH What? Make it yourself SU-DU MAKE ME A SANDWICH OK 這是一件音符 有嗎 那這個 全線修改 CHMOOD 和CHO 我不知道 今天 大家還要聽話嗎 如果要聽話 我再講一下 要嗎 OK 好 我們就一整理 理論上 全線有分 兩個 部分 一個是所謂的擁有者 和擁有 的群組 另外一個是 這些人 他可以做到 一些事情 然後當然 還有一些東西是比較 複雜的 那比較複雜的部分 可能就要給大家 過去看 這樣子 那 WX 一般來說就是分成 會有9個bit 大概就是長不一樣 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 我又是 剛剛 大家還是有 看到前面這個部分 第一個代表 這是一個 然後 RWX 第一個RWX 他的意思是 這是一個 就是擁有的人 就是擁有的人 可以做什麼事情 還有這一個是 grouper 擁有的grouper 可以做什麼事情 最後這個是其他人 可以做什麼事情 好 那擁有人 在這裡 第第三段 就是我 我是擁有的人 擁有的群組是staff 我的群組 然後最後他這個 就是其他人 然後他在看的時候 你去執行 或者是去使用這個答案的時候 他會先看 你 是不是這一個人 如果不是的話 再來對下一個 grouper 是不是 最後再來對 others 是不是 所以 如果說你這個地方是 R 但是中間這個地方有W的話 那麼像我自己 如果這是我自己的話 我就不能寫路 因為他會對到我自己是這個 那就是R 然後就沒有W 然後 可是如果是其他人的話 他們就可以去寫W 因為他們對到事實 R就可以寫W 會像這種狀況 那 這東西 我們在實驗群組的時候 我們可以這樣寫 就是 U 加 W 就是使用者 這個地方 加上代表 或是U 減W 就是使用者 減到W 那 或者是 A 加 W 就是所有人都寫 可寫的 或是 A加 X 就是所有人家這樣可以執行 那 除了這個 寫法以外 另外還有一種寫法 就是把這個地方 全部都改成二進字 改成二進字的話 這邊是 1 然後 有的話就是 1 沒有的話就是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變成 7 然後這邊就是 7 7 7 然後這就是一種 蠻常見的寫法 就是 777 過664 過644 這種 那就是像這樣 那 像644的話 是什麼一個是 644 644的話就是 第一個是 110 4的話是 傳 4的話是 100 然後4100 那就是 對應減 RW 減 R減 減 R減 就是 這個就是 645 那 他就是 利用這種方式來 弄你的權限 那所以當你發現 Pennition Deny的時候 你可能要先想 第一件事情 權限對不對 擁有者對不對 那如果說 這兩東西 不對的話 你再好就是想 我一不應該去修改它 如果我不應該去修改它 那我就切換它 路德去執行它 或者去做它 然後再切換回來 否則很容易會出現 絕境的問題 我看過有些人 他為了方便修改 他把整個 EPC 變成 所有人都可以去修改 那就真的就很容易出問題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今天有一本 只是用普通使用者 跟進去 你的電腦 但是他卻改到 你的系統的某些關鍵的東西 然後之後 他就可以一直 都能跟進來 這其實就是很可怕 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未來 當然這個權限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東西 那 嗯 這邊主要是 先讓大家知道 有一個 權限制的東西 那 這東西的假實在太多了 那 那 是什麼意思 這邊再講一下 R的話就是讀 R 然後W 是Right X的話 是Executable 就是顆粒執行 可是在目錄上面的話 又不一樣喔 目錄的話 V的是可以讀 Right 是可以寫 但是X的意思是 合理記錄這個目錄 所以如果 減掉X的話 人就不能 就不能繼續目錄去 處理底下的東西 那 W還有一個很 在目錄上面 是很有意思的一個東西 DN上面的目錄呢 我不知道 Vlog上的目錄長什麼樣子 DN上面的目錄其實是 它其實是一個檔案表 然後這個檔案表 你有沒有 比如說這個目錄裡面 你看到這些東西 AA啊 他就會寫說 這個東西是AA 然後他放在磁碟的什麼地方 BB 他放在磁碟的什麼地方 然後需要的時候 再去磁碟的其他地方 讓這個東西出來 那所謂的W 代表是 我可不可以去修改這個專標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代表W 對這個目錄的意思就是 就是我能不能在裡面 加上一筆記錄 或是減掉一筆記錄 也就是我可不可以在這個目錄裡面 新增 或者是刪減一個檔案 所以呢 還記不記得大家有說到 如果你用W加進量號 它會重新建一個檔案出來 就是你如果擁有這個目錄的W權限 但是你並不擁有這個檔案的W權限的時候 它會幫你把這個檔案砍掉 因為你有權限可以砍掉它 但是你沒有權限可以修改它 它會幫你砍掉以後 用你的權限再建一個檔案出來 就是它做的事情 好 那 at的東西我 把你再告訴你 這樣 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那 最後應該差不多到這裡 就今天 那 這邊再跟大家介紹一個 飢餓的指令 就這個指令 你可以想想看這個指令 做下去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人要說說幹嘛 它會幫你把CHMOD的可執行屬性給幹掉 然後呢 你以後就再也不能用CHMOD 在這個系統上 就再也不能用CHMOD 然後 然後 然後就沒有 然後 然後你想要改任何權限 你就沒有辦法改了 然後因為CHMOD不會這樣瘋掉 所以 請大家 小心 然後 如果你想要好好的 了解 你的上面到底有多少指令的話 推薦大家讀這本書 這本書我曾經花 一個月的時間慢慢的K它 然後 它雖然寫的是什麼第一集資格檢定 但是不要被那名字騙了 它事實上裡面就是說我的命令 它說我的命令怎麼用 對 然後有機會你可以把它看一次 但是我相信大家還是有機會 你只要有印象就好 你知道它可以做你的事情 那剩下的 你可以交給Google 它Stick of workflow Stick of workflow 知道嗎 大家可以去Stick of workflow上面找 大家可以去Stick of workflow上面找 比如說 像這個 像我們這邊 比如說去找 shall expand the tab to space 它就會告訴你怎麼要去 欸 shall可以嗎 不行 原來 對 原來 你看那邊有兩百兩千八百七十個人 投入 對吧 哪些 哪些是 看這邊寫的是 哪些是 哪些是 TOPROW的 VIM的一些 shall card 那這邊也提到的 YY PVP 這幾個很常用 那這邊還有什麼 Mark 可以嗎 好 那今天就這樣子 那如果說 我本來還會準備小團 如果真的很想當Hanke的話 這邊有一個Wayness的影片 要不然你們看 你們看看 就是在Window上的話 執行這三個執行 你就會看起來比較Hanke 然後 好像是時候不能執行 你去看會翻譯自己 START 然後Coverhead的話 就會變成很綠色的 然後最後呢 DIR-S的話 他會把幕幕底下的 方式全部都列出來了 然後他就會三個 視創就一直放一放一放一放 然後就覺得 他指向就掉這樣子 好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今天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